哎,宝藤老师,您好 请问您个问题 就是楼层啊,它有没有讲究呢? 楼层当然有啊 这个问题啊 与之前的那两集关于河图的话题有关 首先,我们现在将之前已经讲过的关于河图的数字 重新回顾一遍 一六属水,居北方 二七属火,居南方 三八属木,居东方 四九属金,居西方 五十属土,居中央 一层和六层,只要楼层尾数是一或六 五行属水 二层和七层,只要楼层尾数是二或七 五行属火 三层和八层,只要楼层尾数是三或八 五行属木 四层和九层,只要楼层尾数是四或九 五行属金 五层和十层,只要楼层尾数是五或十 五行属土 如此一来啊,世间不管多高的楼层,都可以得知五行属性